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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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一边打块板一边说相声 然后你们给我报那十个数 你们报完了我也就能算出来 所以他就是我们音乐大师课的最强大脑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胖胖 你带这么多家人来 你是因为害怕吗 不是因为他们都很支持我 我们准备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现在想说什么子安 你就可以大声说吗 多陪陪我 我的年纪不同的心灵 让我拥有一个家 我五年前是生过一生大病的 所以说我会比别的家长 会更着急一点 会把我知道的东西 东西要不要处心 然后能够照顾整个家庭 能够照顾爷爷奶奶 也希望处心他长大地明白 这个做父亲的心这样子 我一定会像爸爸一样 成为家里的地面住的 我爱你 谢谢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精彩的演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音乐大师课第四季 我是念一经 刚才我们听到了 网界学生们精彩的演唱 仿佛把我们又带回到了 前三季美好的时光当中 那么三年时间过去了 我们的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 都挺大的 那再次回到我们 音乐大师课的这个舞台上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很开心在这里 可以再见到大家 可以见到学弟学妹们 同时呢 我还感觉有点着急 着急 着急啥呀 想知道这一季的老师 到底是谁呀 哦 迫不及待 想知道我们的老师是谁 特别是班主任是谁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 掌声有请我们的班主任 上场 大家好 我是第四季音乐大师课的班主任 胡海权 欢迎大家 1999年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那个时候一首最美让很多人认识了我 可以说这一路走来 音乐陪伴着我一步步地成长 那同时呢为人父 陪伴孩子的成长 也让我对音乐有了更丰富的感悟 这次我来到音乐大师课的一种初衷啊 前三季的音乐大师课 我跟大家一样是普通的观众 这一次我是你们的班主任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来我的三位音乐界的好朋友 来担任我们班的音乐老师 萨婷婷老师 余文华老师 伊登静老师 欢迎你们 我们本季的所有的学员已经集结完毕 整装待发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加油 因为他想爱的人正在路上 我只踏放一肩胸心 今夜不故障 穿越人海 祝你相拥 今夜大师课 我们来了 我们要去尽早我们的彩虹学院了 太漂亮了 好漂亮 好漂亮 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好 我们终 planes 超级变好 过来的 我们想w 就完全不一样 太美丽了 赶紧进去吧 太美丽了 Ella 这ront身 problematic 我的 girl 听到别的 她 challeng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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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景期 看来我的人 心碎的不如可叹息 月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占到 这一波同行 消失的风铃的声音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 破坏流泪的眼睛 别有感觉相识的勇气 用月光花脸去拥抱你 别让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别让我历史的黑夜里 月空中最亮的星 晴智一共靠近你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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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音乐大师课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胡海权老师 你们认识我吗 认识我吗 听过我唱歌吗 真的 我刚才在外面听你们唱歌 你们唱得非常棒 而且大家这种享受音乐的状态 其实是我们班级最重要的一个学习音乐的方式 这一次在音乐大师课里面 我会带着大家到生活的场景里去 我们去工厂 去田野 去城市的广场 对 我会带你们去见很多的学生 工人 然后医疗工作者 科学家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知道 怎么去给他们定制一场专属的音乐的会员 当然了 光靠我一个人可能也不行 我请来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 好 那让我们掌声请出 我这次给大家特别请来的我们的音乐助教勤奋哥哥 还有社会辅导员嘉宜姐姐和雅蒙姐姐掌声欢迎 来 你们在哪里 快来 快来 我是玉树林峰风流体上人见仁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的勤奋 你们的大田老师 我是大家的社会辅导员我叫张雅蒙 雅蒙姐姐 我是社会辅导员刘嘉宜 好了 同学们 下面咱们就正式上课了 这将是我们音乐大师课的第一个任务 五个小时以后是我们彩虹学院的开学典礼 是你们在音乐大师课的第一次表演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好不好 好 咱们所有人给自己加油好吗 一 二 三 加油 那我来宣布 第四季音乐大师课 正式开学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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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哇 哇 好漂亮 哇 好漂亮 tam uit 走 和orrho 欢迎音乐教育家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指挥孟大鹏老师 欢迎您 首先我们要认识第一位学生 Let's talk about me My name is Ali O to the L to the L I E From his own to the J You know me from H to T 看来我得用英文跟他交流了 不用 我会说中文 哎呦 会说中文 还说得这么地道呢 我是老北京人 我妈妈是那个老北京的 我爸是那个外国人 打新西兰来的 好 我是Oli的妈妈 其实我俩是有计划 当时就是想把他 故意生回到中国的 然后想他学中国这些传统文化 应该算是地道的北京孩 那我得问问你了 北京话你能说吗 当然会说了 比如像金儿 米儿 碗儿 盘儿 卡腦班儿 阿吕的 哈腦班儿都会 北京有好多那种特别好吃的小吃 你知道吗 知道了 那你给我们说说 有糖葫芦 羊肉串 炸罐肠 我想想还有 对了 还有豆汁 豆汁 非常地道 我特别好奇 你怎么会了解这么多的老北京的小吃呢 其实这些都是我爸爸教我的 他会的中文 其实都是关于吃的东西 你好 奥利的爸爸 我爱北京小吃 加加面 羊肉串 汤葫芦 马豆腐 很多 奥利爸爸不仅把我说饿了 一会把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给说馋了 没事 等咱们录完了我带你去吃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不要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我就是说得比唱得好听 我喜欢说唱 是吗 那给我们说唱一段行不行 好 我的名字奥利 我的名字奥利 我的名字记住 我的名字奥利 我O to the L to the L I E 等一下 是快了吗 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的 对 那个音乐有点不符合 不符合 我想再让它符合一点 好 那我们的音乐调整一下 再来一次 这个点 我的名字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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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记住记住 我的名字奥利 O to the L to the L I E 我的名字新西兰的北京都在传递 我的名字奥利 我这麦克风没想学都会借尽全力 这些吻我的本状 却由我来诠释 我叫奥利 你也可以叫我奥利 啊 就等了都是叫你学 我根本没必要 演出开始 欢迎你来到我的领地 等演出结束时 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天赋比异 好 太酷了 我们都记住你叫奥利了 奥利 你今天就是表演刚才这段说唱吗 不是 我还有一首歌的名字叫 听妈妈的话 但是我得邀请我的小助理和我一起唱 还带着小助理 这是我弟弟 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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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好小 大家好 我叫李迪丽 今天我五岁了 我跟哥哥一样也是我北京人 为什么今天要带着弟弟一起来唱 听妈妈的话呢 嗯 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是因为我觉得弟弟 应该更比我需要听妈妈的话 而且他需要听我的话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俩是个组合 太好了 女孩也给你们 好 好 上面打击看的都是我 欢迎我 大家全都都是我写的歌 妈妈的幸福不让你看见 忘了的是否在她心里面 拥抱 走 我拥抱 把手牵着一起梦遥 好力 弟弟 前方哥哥 我们两个已经认识好久了 好久了 我从一初生階认识你 为什么 因为我叫努力 你叫前方 妈妈说前方和努力是一对好兄弟 真麻烦 哥哥我现在教一下你什么样唱这段歌的Rap 好 好 张大和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 飞得比别人高 对 还有个这个问题 就是跑得比别人快 飞得比别人高 你把得字放慢一点 就是放轻一点 来 这段再来 张大和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 跑得比 得比这两个字 你想成一个字去念 可以想是吧 他说啥在哪 想要成一个字 得比 得比 好 兄弟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们一起听你们唱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 别人在里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就是刚才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去高级墙壁 Build A B C 说我要一下打大的飞机 但却得到一台九九路连机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知道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个话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 跑着别人快 踩着别人高 将你搭接看的都是我坏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妈妈的心口不用让你看见 不论的是不在她心里面 又控制得多的我 我她的手 把手牵起一记梦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哪里的白髮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魔法 温暖中自相 听妈妈的话 偏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美丽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魔法 温暖中思想 谢谢 谢谢 这首歌选得特别好 我觉得妈妈和爸爸很幸福 尤其是妈妈 这两个兄弟俩未来长大 一定会把自己妈妈保护得特别好 唱《母爱》的歌有好多 周杰伦这个《听妈妈的话》 这首歌是广为人知 是被大家熟知的 那两位小朋友在台上 又把这首歌唱了出来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他们的身上承载着 太多关注的目光 但是他们自己 是不是能够想到别人 我想通过这样一首歌 这个歌的歌词 会让他们小小的心灵当中 就会去关注 为你们付出的这些成年人 这些家人 父母 然后知道慢慢在心里 滋生出这样一种感恩的心 这个真的是太重要 谢谢老师 现在很多二胎 那很多妈妈都会问我说 哎呀 来了一个新弟弟 那哥哥会不会不高兴啊 或珍宠啊 我们家刚好有一个 十七岁的哥哥 跟一个三岁的妹妹 他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玩在一起的 可是当哥哥开始弹钢琴唱歌的时候 妹妹就会在旁边跳舞 然后好像音乐就打破了 他们两个之间那种年龄的差距 哥哥的确可以用音乐让弟弟更敬佩他 那同时哥哥也可以做一个好榜样 所以音乐真的是 对手足之间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桥梁 然后希望你们两个 要一直相亲相爱哦 好 谢谢老师 弟弟 我看你上台表演节目 都喜欢跟哥哥在一起 平时是不是离不开哥哥呀 我觉得是哥哥离不开我 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你离不开我才对吧 小时候都是我给你坏尿布 喂奶 喂奶 洗衣服 削苹果 是我含辛茹苦把你给拉扯大的 哈哈哈哈 小时候确实是哥哥照顾我的 我妈经常说老大养的真蓝养不歪 所以我们两个谁都离不开谁 就像 薯条酱番茄椒 他在一起才好吃 奥利他一方面呢 是自己小弟弟的大哥哥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孩子 中西方文化在家庭里面 都有很深的影响 他可能会给我们一般带来很多很多新奇的创造力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有请下一位新同学登台 有详细的 详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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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走秀了 记住了 记住了 通过出场方式记住了 但是诺奇我觉得 在我们音乐大师课的舞台上 更应该通过你的音乐 来让大家记住你 对不对 好吗 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诺奇给我们带来的音乐 好吗 谢谢老师 我有个建议 我兼不唱歌 怎么了 老师 我要去换个服装 我想到最好的状态去唱歌 当然也是可以了 因为我们小朋友 自己也要找到最好的状态 那行 诺奇先到后台先指挥一下 我等你啊 好 我们稍后见 那边要去唱歌 生戏 我就不为了 拍了 我们说一边 说一边 有个问题 我都在想拍摄 拍摄 我 那边 发射 这边 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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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terus受到鬼秀 孟子 onto你的手机 是激烈以后ENZい Sang 犽纳 谢谢大家 若琪她唱的这事94年 一能听老师的这个版本 在舞台上的每一个乐剧 每一个呼吸 包括她的这个作派 一朝一世 真的是很聪明的孩子 那更多的我觉得 还是交给我们的原唱吧 谢谢老师 也谢谢若琪 你唱了我这首歌 真的非常谢谢你 一能这样也很高兴 当时写这首歌词的时候 就是想要告诉很多的 在听音乐的人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小 当所有的暗聚集起来 就可以把夜空整个照亮 就好像我们会唱歌 一个人的声音很小 可是所有人一起唱的时候 就震耳欲聋 所以今天对我这个 暂时停止歌唱的歌手来说 真的是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曾经有这个机会 用声音来表达我对世界 对话的那个能力 真的谢谢你提醒一能静阿姨 我的歌到现在 还能够被这么多人唱着 一能静阿姨给你敬个礼 我们也感谢一能静阿姨的歌声 一直陪伴我们那么多人成长 我特别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是我妈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 也唱过的一首歌 当时那首歌还拿了奖 还上了报纸 那有请妈妈上台 妈妈今天就穿得很像萤火虫哦 主持人好 老师们好 大家好 首先很意外 我能够在这里见到一能静老师 然后首先再感谢一下 我们音乐大师课这个舞台 能够在我孩子那么小的时候 我演唱的一首歌曲 然后今天能够让我的孩子唱 然后原唱的老师也来了 我太生气 我想这是一个太幸福的时刻了 和自己最喜欢的歌者相聚在一起 当年妈妈看来是唱这首歌 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自信 对不对 是 真的是音乐大师课 就像时间穿梭机一样的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没有一件漂亮的裙子 我就是穿着我的校服上台的 还借了同学的一双黑皮鞋 穿了一双 唯一的一双冬天的翻边袜很厚 那时候是夏天 我觉得这样上台实在是不好看 我就花了两块钱 在楼下买了一段黄头绳 绑在头上一个蝴蝶结 我就去唱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上大舞台 唱给很多人听 然后我选择了这首《萤火虫》 这首歌是1994年的歌 今天居然有人告诉我 他的青春期里有我 我真的也是蛮感动的 对 谢谢妈妈 也给了我勇气 谢谢你 真的 谢谢 然后妈妈今天漂亮吗 漂亮 妈妈说他那时候 有穿那么漂亮的衣服 但妈妈不管穿什么 都是最美的 妈妈你是最美的 谢谢你儿子 谢谢 真棒 很难得的缘分 这样 对 既然易能见老师也在台上 你们三个能不能就一起来唱一下 超越时间 进过25年的合作 好吗 我也很久没唱了 那是我同生的年代 你起音 小小小的声音在夜晚 为夜路的旅人照亮方向 短暂的生命努力的发光 让黑暗的世界充满希望 好美哦 谢谢音乐的飞行 没想到我的童鸣还在 我的儿子现在17岁了 他开始写歌给我唱 也许有一天我也有机会 像你跟妈妈一样 在音乐大师课 跟我的儿子对唱 对 谢谢妈妈 也给了我勇气 谢谢你 谢谢你 仿佛看到几只萤火虫 带领我们穿越时空 给我们带来一代又一代人 这种美好的心灵世界 谢谢 谢谢一能静老师 美好的享受 谢谢一能静老师 谢谢诺琪和诺琪妈妈 谢谢您 我们感觉到诺琪 是个多才多艺的孩子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 有跳舞啊 唱歌啊 还有其他的才艺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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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会 我还会表演 你是偶像拍还是演技拍 苹果拍 有点冷 所以你会演戏 对啊 你会模仿 我今天模仿 模仿谁 我今天模仿一个表情 看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 啊哈 好 啊 我以为是五十九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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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快 我很满意 知道了 知道了 我自己来吧 嗯 嗯 好帅 很帅 好Q哦 你说他要是走了 那该多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陈果毅 我来自安徽 今年我九岁了 好 果毅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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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唇 是妈妈扶着我 一步一步的学走路 一句一句的教我说话 在无数个激进的长夜 是妈妈帮我翻身 轻轻的也好背脚 当疾病最终把我 金箍在轮椅上 妈妈说 不管未来有多远 她就是我的双腿 会一直陪伴着我 走遍海角天涯 今天我要为妈妈 唱起这首歌 妈妈 我 爱你 如果我的坚强任性 会不小心伤害了你 你能不能温柔提醒 我虽然心太紧 更害怕错过你 爱趁着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需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请相信会在一起 减少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谢谢果毅给我们带来的勇气 刚才唱歌自己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 非常好 其实刚才我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上台之后 我和秦芬帮她退到台上之后 她说我自己来 老师 我自己来吧 我觉得果毅真的是 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 你最大努力能够做力所能及 自己来做的事情 特别值得佩服 我特别喜欢唱歌 这次能到音乐大师课的舞台上唱歌 我就更开心了 好 我们也特别开心 能够在音乐大师课的舞台上 听到你唱歌唱得这么好 我觉得果毅是一个唱歌 极有天赋的孩子 他内心情感非常丰富 但是呢 他的内心又极其坚强 所以我觉得 他选择勇气这首歌呀 唱的是他自己 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小小的年纪 你真的感染了大家 非常非常的棒 谢谢老师 我真的被他深深地感动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勇气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诠释 当他在说 最怕你放弃我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这个歌词算是从我出发 但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妈妈的心情吧 因为有一个果毅这么勇敢 坚强 充满勇气的孩子 我想一定是离不开爸爸妈妈 他们的勇敢 所以刚刚 虽然是果毅一个人在唱 但我真的觉得 好像可以看到他的妈妈 在他的背后 陪伴着他 所以 我们常说妈妈很伟大 我觉得妈妈伟大就在于 他默默地站在果毅的背后 我想通过这首歌 来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照顾我 真的特别特别地辛苦 他们是特别地希望 我能站起来走路 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爱我 太好了 有请果毅的爸爸妈妈登台 太不容易了 一对了不起的父母 爸爸妈妈今天方不方便 给我们介绍一下 果毅目前的身体状况 果毅呢 他是得了一种病 叫脊髓性肌萎缩症 简称是SMA 他这个病呢 就是说 他的前身的肌肉 会越来越没有力量 然后呼吸也会衰竭 那当时呢 他是16个月大手 就已经确诊了 那个医生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他不是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然后呢 寿命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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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是没有去隐瞒 他的这个病情 我们会告诉他 这个疾病是怎么样 我们就希望果毅呢 能够去认识自己的身体情况 然后通过积极地锻炼 去改善这个疾病 我们所能够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 让他在有限的一个条件下 去完成他的梦想 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记得他小时的时候 说话都比较吃力的 医生就告诉我们 需要练习气息 如果不练的话 以后说话会越来越困难 从开始很多人 都觉得他唱不了歌 就不愿意收他 但是果毅 他很坚持 就自己练 渐渐地他的这个 气息是越来越强 到了现在 他可以完整地 唱完一首歌了 我作为妈妈 我也很感到骄傲的 一切是唱得非常的好 比我们很多人唱得都好 果毅 真的 你是给很多人力量 靠自己的勇敢和坚强 大家再给他掌声 我挺佩服他的 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唱歌 我想问一下果毅 你平常是怎么上学的 我平常的话 是在家自学的 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 老师就会把 一些这个学期的书和资料 寄给我 寄给我 然后我就会先把书给看完 然后呢 就是作业 是通过每天和老师的微信完成的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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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的 我每次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回学校去考试 都是年纪第一的 太了不起了 他也喜欢下围棋 自己在家里 每天都在很用心地练习 他到去年八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拿了三次围棋比赛冠军的 哇 而且我听说咱们国毅 还特别喜欢读书 他读了很多书 都是我们平常大人 甚至都会佩服的书 什么了凡四训啊 四书五经啊 蔡根坛啊 是吧 国毅 而且还能背 是的 我就给大家背一下 四书五经里面的大学吧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绿 绿而后能得 故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嗯 太棒了 嗯 但是的话我也有遗憾 以前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 就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洗一次脚 但是由于我不能弯腰 所以就一直没法完成这个作业 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完成这个作业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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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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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这么孝顺的孩子 我在台下的时候我跟他一直说 我讲的我们都一样 你和我们都一样 所以说你需要在台上更自行 更勇敢 更自然 展现出来最真实的自己 嗯 你是世界上最帅的男孩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有一些人来到这个世上 是给其他人做榜样的 真的就有这样的天使 所以我觉得国毅就是来给我们所有人做榜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地爱你 今天国毅的表现能够让全场的 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的人 都会非常的震撼 同时我也想跟国毅说 我们坚信啊 你会战胜并魔 然后把你所有想做的事情 最后都能完成 你真的是我们班 以及我们整个音乐大师课的奇迹男孩 让我们祝福你 祝愿你 加油 小果毅了解她的病情之后 知道她其实做任何的动作 都费很大的气力 而且唱完整一首歌 相当不容易的 然后唱完歌以后 她又希望说能够留下来看同学们的表演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坚毅的孩子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很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掌声有请下一位新同学登台 哇 可欣看来人缘很好啊 大家叫你的名字就伴着你上场了哈 大家好 我叫高可欣 我今年11岁了 我来自山东济南 可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老师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想听什么就能唱什么吗 是的哦 我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华小曲库 是吗 哇 这太厉害了 那我真点点试试 好 行吗 来吧 那来一个 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 啊 天类一般 很好听 近熟年来啊 我出三首歌名 如果你唱出一首来 我们就认为你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好不好 好 第一个呢是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第二个歌呢是《怀念战友》 第三个歌是《久久艳阳天》 好早以前的歌 对于可欣来说实在太早了 可欣呢 老师难为你了吗 我唱一首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哇 太厉害了 来 来 来 我唱一首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太棒了 太了不起了 你怎么会唱这首歌呢 我之所以被称为中华小曲库是受我爷爷的真传 我爷爷呢也特别爱唱 他呢是中华老曲库 是吗 那我们掌声有请可欣的爷爷奶奶上唱 中华老曲库 中华老曲库 我的这个普通话说得不好听 这样的话我就再用亲爱的方言说一说 可以可以 普通话说的半生不熟的可吐了 不好听 喝吐了不好听 刚才可欣说到了 他会唱这么多歌都是受到爷爷的真传了 是这样的吗 可欣从小 他从出来满月以后就由我和他奶奶带他 因为我呢 从年轻也喜欢这个 唱唱歌 所以当哄着孩子睡觉的时候啊 我就喜欢用哄歌的方式哄他睡觉 哄小曲儿哄原来的一些歌曲 这样慢慢慢慢他就睡着了 自己本来本身就喜欢 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和孩子一块去相守 这是爷爷对着可欣的音乐的这个培养 是耳濡目染的 奶奶觉得是可欣唱得好 还是爷爷唱得好 可欣唱得好 可欣唱得好 爷爷唱得好 我觉得是爷爷比我唱得好 那我们都特别想听一听 能不能可欣跟爷爷俩人 简单给我们连昧一下 是吧 我们听两句儿行不行 咱俩唱得男女婉 男女婉 好 行不行 男女婉 好 再走 过了你花儿香 听我来唱你唱 唱你呀唱 我爱到了男女婉 男女婉好地方 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老是时装家面里是牛羊 我爱到了男女婉 太棒了 感谢我们的中华小曲库 和中华老曲库 一家人一起其乐融融地 在聚会的时候一起来唱歌 是最好的这个状态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 要期待可欣给我们带来 精彩的演唱了 我唱一首想你的365天 唱给我的爷爷和奶奶 好 我们一起听你唱 彼此一首想 海裡 有你輕勇的溫度 我夢裡 你在回家的路 再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賭你起來的悲劇而為 愛 選出你我在同一個圓 你的輪流我能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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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到爺爺跟可欣在對唱歌的時候 我突然感覺音樂不但可以帶給我們 自己內心的抒發 同時可能也是我們連接家鄉的一個感受 從這裡去了解我們祖輩 對很多東西的熱愛 所以我剛剛蠻感動的 尤其爺爺跟我爸爸一樣是山東濟南人 發音一模一樣 今天感覺像 見到我老爹爹的感覺 特別感動 然後 希望爺爺不要放棄熱愛 最後我想講就是 可欣真是 一出來全場就安靜了 這個嗓子 再加上爺爺的這個 對你的福祉跟熱愛 然後爺爺學過的東西 曾經放下的 現在可以在這個孫女的身上 也是一種音樂的傳承 謝謝老師 我覺得今天可欣的這個演唱 也讓我吃驚不小 因為這首歌 也是不容易唱的一首歌 很有這種情感的這種厚度 而且這個歌呢 是電影寶蓮燈當中 主人公用這首歌來表達 對親人的思念 然後可欣就選了這樣一首歌 來感激表達出 對爺爺奶奶陪伴的 這樣一種感情 非常非常的恰當 謝謝老師 好 謝謝大鵬老師 去年六月份 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吃飯 吃飯坐下的時候 這個 我想到這個時候挺激怒 唉唷 這是我人生在晚年應該說 受到的一次心靈的瘡 確實是 這個酒店裡頭有一個大堂的經歷 斷了一碗面放在我跟前 因為當時我挺驚訝 我因為北京我也不常來 我沒有那麼多吃飯的地方 這個烤雅店我也不認識 所以說她放到我跟前的時候 我挺驚訝 她說我看到一個 她從那個經歷後邊都出來了 這麼天天地看著我笑 她說爺爺你記著嗎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自己都忘了 我自己都忘了 根本就沒有想得到 這個 當時我真是流淚了 我看了她足足有幾分鐘 我足足有幾分鐘 在人生的晚年的時候 通過在教育培養孩子的過程 收穫了回報 這種回報對我人生 最後這段路上 應該是最高的降生 因為她這麼小的孩子 她在心裏面 在記著她爺爺這一天的生日 應該就是一種難得的降生 所以說 當我一提起這個事的時候 我就心裏就有一種感觸 滿足的 所以我就有一個心願 我爭取再活她 活到八十年 我爭取再活她 活到八十年 我一定佩得她唱下去 爺爺加油 加油 對的 一定佩得 長大成人以後 跟爺爺接著繼續唱歌 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一定佩得她唱下去 再一次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可欣的爺爺奶奶 謝謝 爺爺 謝謝可欣 謝謝 謝謝 跟自己的爺爺同台唱歌的時候 那個畫面非常的溫暖 爺爺性格也很可愛 親情是這個舞台上 今天晚上非常打動我的一步 下面呢 我們用掌聲有請 下一位新同學上場 女同她拿到電吉他以後 小老虎來了 如果碰到她這種嗓子 我們會去把它當寶貝的 上微博 搜索 音樂大師客節目光威 觀看更多節目精彩內容 下載並打開抖音APP 觀看更多音樂大師客精彩內容 並不相信 對於是 打開抖音樂大師 但不相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